我演這個角色其實 內心是蠻難受的 難受的原因是因為 我好像真的可以感覺到 他的世界裡面看起來很完美 但實際上很窒息 很沒有自由 講白一點來講 他就是含著金湯池出生的小少爺 然後他的媽媽從小就 已經幾乎是把他人生都規劃好了 長大就是要繼承家業 對燕姿來說這並不是他想要的 家應該是要帶給我們平靜的地方 就像我想要帶給我媽媽一個平靜的生活 就不用受到泛泰的各種支持點點 可是對燕姿來說並沒有 因為從小到大媽媽就一直在 抹殺他對這個成長的好奇心 安排了他認為才是他應該要去社交的那個場合 到後面慢慢的開始出現了一些 你比較好可以說是脫序的行為 我會變緊張 要是你逼我 我真的很討厭你 我覺得這也是無可避免的 然後這個角色他 遺憾 遺憾 我認為這個角色要介紹他就是遺憾 對我來說也是 對媽媽來說也是 是一個很大的遺憾 我相信燕姿是喜歡英文 我相信 歡迎 歡迎 對燕姿來說 對燕姿來說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人理解他 那你竟然遇到了為什麼不好好把握 而且我很謝謝這一部遇到的英文是向傑如 他給了我很多很多很真實的能量 你幹嘛 讓我在角色裡面做選擇的時候更獨定 談戀愛的時候 我喜歡一個人我愛一個人 我就會無限的包容他 可是包容到後面發現自己有點沒有辦法接受的時候 我又會告訴自己不行我要負這個責任 有點像就一樣燕姿 就是我要負起這個當小孩的責任 讓媽媽感覺到驕傲 我要負起男朋友的責任 所以我覺得有時候 談戀愛在遇到可能不適合我的對象 或者是我不適合他的對象的時候 會有這種感覺存在 我也會用運動來抒發自己的壓力 我就跟燕姿一樣很喜歡跑步 有時候跑步跑一跑 跑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你會開始去想 我的人生到底在幹嘛 是一個整理 不是指紋 是整理 但我覺得燕姿比較是對自己的質問 我印象很深刻 莊英文在跳樓之後 在音樂裡面跟我講的那一段話 因為那同時也是我想要告訴方燕姿 你給我起來 重新面對自己的人生 面對面對 好難過喔 面對這每一件事情 真的 我覺得 你都已經撐過來 你都撐到我這個年紀了 你不是一個沒有能力的人 其實我也在掙扎這個 我也在掙扎這個 到底該不會跟他說這些 因為這是他難得的 唯一一次做一個正大光明的選擇 給大家看 我也不想指責他 我只能說如果是我的話 我會好好面對這些問題 但是燕姿 我相信他也應該真的受夠 辛苦他了 好像到現在都還沒有真的 沒有真的離開啦 方燕姿好像真的不太一樣 他帶給我真的帶給我很多遺憾 那時候月姐真的太會罵人了 他真的每一句話都罵到我心裡 包括講你什麼 你耳朵怎麼這麼硬啊 講到講不聽啊 然後一次都講那個一大串的 留給我一點講話的空間吧 對 我甚至現在突然想到 想到一些過程 都還是會覺得很難過 但我很感謝這個角色 讓我學會了 也知道就是 我人生要追求的是平靜 我覺得親愛壞蛋這個詞 他的意思是 第三人生單數 我覺得我們的包容或者是忍耐 都有一個限度 對我來說 我只可以為一個人付出 做到這樣 他用我不喜歡的方式 來對待我 來愛著我 的那個人 親愛壞蛋